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内特先生有什么事吗 去看看吧 早上好 内特先生 你又弄丢东西了吗 或许吧 我想是的 不过我不记得自己弄丢了什么 没关系 你可以慢慢找 一定都能找到 谢谢你啊 格雷修 你讲给大家的故事 总让我神由其中忘记一切 对了 我们什么时候继续那颗星星的故事啊 或许在我巡查完成阵 与大家制定新的庆典节目单 还有张贴公告栏之后 我想不会太早 没关系 好故事永远不嫌晚 我等着你 格雷修 好 内特先生 再见 好香的味道 现在是菲洛牌薄饼出炉的时间 嘿 远远就看到你了 格雷修 这次你可躲不掉了 快尝尝我的蜂蜜果仁酥饼 谢谢你 菲洛 但我现在还不饿 这么早的时间 连食堂都没开门 你该不会又是用饼干 和冷牛奶对付吧 总是这样那怎么行 不要紧 菲洛 我在方舟里就习惯这么吃 所以没问题 快尝尝 还得多谢你帮我修好了定食器 不然就没办法烤出这么好吃的酥饼了 不客气 菲洛 我很擅长修理 对了 劳迪斯跑到哪里去了 怎么没有看到他 是啊 往常你一过来 他就要屁颠屁颠地跑向你 不过今天天气这么好 也许是去哪里抓蝴蝶了 嘿 第二炉酥饼烤好了 不说了 格雷修 如果你看到了劳迪斯 记得叫他早点回家 可是菲洛 苏饼有些多了 那就跟孩子们一起吃吧 地上的颜料桶 罗伊和克拉又在画画吗 罗伊 克拉 早上好 要一起吃酥饼吗 又吃又吃 谢谢格雷修姐姐 你最好了 格雷修姐姐 快看我们的画 金色的星星 在糖果里捉迷藏 小船飘呀飘 比彩色的小猫飞的还要高 嗯 非常漂亮的颜色 我很喜欢 格雷修姐姐 今天继续教我们画画好不好 你要是猫 明天也可以 那就明天晚上吧 今天我要给大家继续讲星星的故事 是新故事 我也要听 对了 格雷修姐姐 你知道 哪里有彩色的小猫吗 格雷说她见过 我怎么没有 就是见过嘛 现在我画到纸上 罗伊你也见过啦 我要把看到的世界 全部留在画里 纸上见过怎么能算数 格雷你这样说也太犯规了吧 哎 你们快看 是彩色的小猫 啊 劳蒂斯的尾巴 在调色盘上 不可以 劳蒂斯 飞洛教你早点回家 不许再跑远了 啊 劳蒂斯走错了方向 我必须快点追上他 不能让飞洛担心 还以为你想我了 原来是要在我的衣服上画画 不可以啊 快回去吧 不然飞洛又要发动孩子们找你了 到时候他的花圃可就遭殃了 劳蒂斯在米斯特里面前很听话 大概是因为 我和某位性格从劳蒂斯相仿的朋友待了很久吧 作为他的监护人 我当然很了解这种性格了 嗯 虽然他们身上的确有相似的颜色 但普罗米修斯 应该不会认同监护人的说法 是吗 你看 连十七号身上的这份叛逆 也同劳蒂斯如出一辙呢 原来是这样 那一直以来辛苦你了 米斯特林 还是在星际间回收能源更辛苦一些呢 嗯 一个人在崩坏潮汐带中 寻找维系起民运转的资源 我每天都觉得好孤单 崩坏潮汐带 宇宙一个人 嗯 抱歉 格里香 为什么要道歉 米斯特林的问题正好是我擅长的部分 所以他不会让我感到苦恼 毕竟 在航行中如何让自己不觉得孤单 我还是很有经验的 对吧 你一直都做得很好 格里香 不过 因为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 所以倒是要回想一下 缓解孤独的方法 嗯 或许米斯特林需要一位能够随时说话的朋友 就像普罗米修斯在你身边时那样 米斯特林 以后你在采集能源时 我们就一直保持联系 我会将巡查中遇到的每一件事都讲给你 你也能和我分享星星们的模样 好啊 这真的是非常棒的方法呢 谢谢你 格里香 等到飞船修好 我也能为启明在星星街开采能源 米斯特林和我可以轮换着工作 嗯 其实全都交给我来做也没问题 我很擅长这些事 但现在 只有米斯特林能够开采能源 帮助启明维持运转 没关系啊 我也挺喜欢这份工作呢 因为这可是只有我能做到的事 连启明居民心目中无所不能的代理人 格里香 都暂时无法完成 可是 米斯特林一个人在星星街很孤独 嗯 这只是一个玩笑 毕竟 我真的很想看到格里香 为我担心的模样啊 哦 原来是这样 而且 更重要的是 让启明永远幸福 繁荣 这就是小红他们当时的遗愿 就算遇到再多困难 我们也必须做到 不是吗 呸呸呸 什么当时的遗愿 女兔又在乌鸦嘴了 小红 你们回来了 用了格里香制造的机器 安装庆典舞台的效率提高了超级多 所以我们就早早回来了 其实还能更早回来 只要红这个笨蛋 没有偷偷跑到房顶上 非要用风筝飞下来 诶 小红为什么这样做 红说自己要表演一个超级精彩的节目 所以必须用最意想不到的方式登场 就算是这样 那也太危险了 哎呀 诚姐 你都念到一路了 这不是还在试验阶段吗 再说了 如果能用风筝在城市上飞着巡逻 哇 效率一定更高了 小红的话很有道理呢 对吧对吧 你们看 语图也这么说 语图要是再这样肯定她 恐怕红下次的奇思妙想 就不止用风筝在天上飞这么简单了 嗯 我记得小兰这几天晚上 也在研究风筝的事情 你还问了我很多问题 可为什么现在你好像并不认同小红的主意 啊 原来兰每天晚上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是研究风筝 我还以为她是不想在庆典上表演节目 所以才偷偷躲起来 兰才不是不想表演节目 她只是在紧张 哈哈哈哈 看来兰也很期待庆典呢 不过 风筝的事情 还是谢谢你了 别谢我 我只是害怕你这个笨蛋从天上掉下来 砸坏了紫和城精心布置的舞台 兰又在口是心非了 好了小子 再说下去兰更要不好意思了 启明 启行明日 真是个寓意很好的名字呢 福华姐姐说不定很有启明篇幅哦 是啊 那场战斗之后 在发现本地人都忘记了福洛斯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们不知所措了好一阵子呢 幸亏小V他们还记得福华之前起的这个名字呢 才避免了一场大混乱 福华姐姐说 他当时只是碰巧根据福洛斯和赫斯珀的含义 使用了家乡习惯的叫法 请民和长庚 没想到会在这种时候派上用场 也许这就是所谓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毕竟 是福华赋予了这座城市新的名字 也是他为这颗星球 开辟了新的未来 嗯 对小V他们来说 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由自己主宰的新的人生 启明能像现在这样每天都充满开心的色彩 真好 是啊 只要能看到这群孩子 再枯燥的挖矿生活也变得有趣起来了 从前 从前那么长的时间里 最后的举动确实帮助了启明 你们刚才说的Vita是谁 我们不是一直都在帮助启明吗 Vita是 你们每一个人都是Vita 格雷修姐姐和宇兔姐姐作为启明的一份子 当然要表演节目了 好啊 我再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吧 一会儿见了 走啦啦 他们辛苦了一早上也累了 好 好险啊 差一点就远不回来了 对不对 米斯特林 我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记得福华姐姐 记得你 记得我 也记得每一位居民 却想不起来福洛斯这个名字 也一点都不记得 与他们相处最久的Vita呢 是啊 为什么呢 那个人 他这样的神情 还真是难得一见 快过来呀格雷修 中间又在给大家跟逃呢 这样难得的景色 我很乐意再多看一会儿呢 不过 还是去打个招呼吧 谢谢橙姐姐 橙姐姐给的糖天下第二好吃 天下第二 那第一好吃的糖是什么 哦 哦 是 是 我不知道呀 或许是梦里吃到的吧 哇 你这就是对梦境的美化呢 梦里的事情怎么能算数呢 是啊 梦里的事情 怎么能算数呢 你这就准备走了 呀 原来是米斯特林小姐 刚刚没有看到你 真对不起 没关系 你出现在这里 又不是为了见我 Vita 你怎么能这样想呢 说不定 我就是专程来向你告别的呀 虽然我们有一些不够愉快的过往 不过 面对一个获得真正自由的人 你总要给他一个 向永远留在此地的老朋友 诉说离别之情的机会 对吧 永远留在这里 即使真的如此 那倒也不是什么坏事 不用向大家道别 未说出口的话语 也不会在命路的中末 沦为无以言表的遗憾 就算是我 也很讨厌离别呢 是吗 我倒觉得离别是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告别作为他者影子的生活 告别为命是从的宿命 告别曾经置顾我的一切 我呀 现在开心得不得了 那在离开之前 不去跟他们打个招呼 分享这份喜悦吗 之后 你们大概不会再见面了吧 抱歉 我忘记了 因为你继承了创世神的那颗核心 作为你的造物 这些孩子 这里的市民 永远都不会对你留下 任何记忆 可是这又同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不在乎那些记忆 也不在乎他们 那只是前一个我留在宇宙角落里的末日残子 可别太言不由衷哦 维塔 如果真的如此不在乎 那天 你又为何 要捡起那些糖果呢 钥匙的全能剥落后 掉落的糖果 便是那些孩子们的本质 他们的记忆和感情所凝结成的存在 他们的 可计算实体 或者说 灵魂 那是苏嗤之以鼻的东西 却被你小心地珍藏起来 甚至在那之后 将那些权限还给孩子们 再次赋予他们生命 这与你口中的不在乎 好像背道而驰吧 别逗我笑了 米斯特林小姐 难道你认为我会看得上那些微不足道的权限 我现在所拥有的多样性 可远超时之律者与希儿小姐 偶尔抛下一两个自己根本用不到的权限 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吧 我还不想变成一个斤斤计较的老婆婆 那也太不可爱了 但 他们的确不记得关于你的一分一毫 漫长轮回里凝结的全部记忆和情感 彻底散意 不复存在 我很好奇 这种劳而无惑的事情 对你来说究竟有什么价值 这很简单 一件根本不在乎的东西 你会考虑它的情感价值吗 为垃圾桶里的闲置资源 思考价值和意义 那是傻子才会做的事吧 对不起 好像 的确有一个无法真正融入世界的理型 为了拯救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世界跑 失去了专属于自己的高危空间 只能被困在这座小小的城市 嗯 困这个字用得不准确哦 我很喜欢启明的人们 能成为他们的一员 倒是很难得的经历呢 而且 这里的孩子都好乖好可爱 在他们眼中 我就是无所不能的 鱼兔姐姐啊 原来米斯特林小姐是个天性乐观 擅长随遇而安的人呢 你能有这种心态真是太好了 毕竟我可担心过 你会不会因为被困此处 在将来的某一天 又要干起老本行呢 没什么 只是在那片已经消散的迷雾里 我也窥见了你的前世记忆 怎么说呢 为了做个人 你也挺不容易的 还好吧 生而为人 大家总要面对类似的事情 好了 米斯特林小姐 我无意冒犯 如果你真的很想确认 我对那些孩子的想法 那就让我举一个例子吧 你会在乎随手丢下的果盒吗 米斯特林小姐 嗯 我当然不会啦 毕竟那只是我的食物残渣 我不会考虑 它在明天是化为鸡粉 任人践踏 还是破土而出 萌生心芽 因为 那只是我随手丢下的一枚果盒 从始至终 仅此而已 即使未来的某一天 它花繁叶茂 生机昂然 那也又无关 所以你想说 从最开始到现在 这漫长的时光里 你从未有一秒在乎过他们 是吗 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 那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是啊 理所当然 到底在哪里吃到过最好吃的糖吗 没关系小黄 我们可以一起制作最好吃的糖 对吧成姐 当然 大家一起做的糖果肯定最好吃 你们快一点 格雷说姐姐要讲新故事了 来 别对着城墙发呆了 快过来 嗯 来了 你瞧 这真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小世界呢 对吧 怎么了 格雷修 是苏叔叔 苏叔叔 你怎么又隔这么久才和我联络呀 大家最近在做什么 我有很多事情想讲给你们听呢 花姐姐在启明时给我讲了大家的故事 还介绍了她的新朋友 他们都是很有趣的人 苏叔叔 你怎么不说话 格雷修 抱歉 我不能打破平衡 与你们的星球结下太多因果 我明白 不过 你可以自己去问问他们 近来如何 苏叔叔 苏叔叔 爱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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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的